就是等待大家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來播他的預錄影片 那如果Stanford不在的話 我就要直接播他的影片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鏈上大衝的進度 以Overview來說的話 鏈上大衝是想要開發一個工具 一個區塊鏈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非常簡單的 將參與大衝的過程 記錄在區塊鏈上面 那希望做到的UI 是可以讓甚至沒有玩過區塊鏈的朋友 也可以很容易上手 那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玩呢 可能要再過一下下 我們正在做測試的階段 等下會給大家一些不同的連結 那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好 那在這個鏈上大衝 上次有跟大家聊到影響力曲線這個東西 然後有朋友來提出一些蠻有趣的問題 所以想要再借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再多聊聊 然後bonding curve這個概念 那當然提到bonding curve 就要先講一下 how crypto actually works 也就是說現在的貨幣經濟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來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有突然出現了這個 這個xyz的貨幣 然後一堆人就開始跟進 放錢進去 來把這個價錢呢提升 那越多人放錢進去呢 就這個價錢呢就越來越高 那高到一個點呢 可能大家可想而知的就是 就有一個人呢 會一組人呢 就會把絕大部分的錢 就把他領走了 然後造成大家恐慌 那當然後去所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可想而知 這個xyz的價錢呢 就會一直一直往下走 走到低到 造成大家非常大的損失 那crypto這樣子一個自由的市場呢 它有它的好處 但是它可能有時候呢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讓有一些好的專案呢 也會遭受到這樣的 pump and dump的一些命運 那所以後續有些人就開始想說 也許使用一些所謂叫做bonding curve 按照這個數學公式的方式 來計算價格的這樣的一個concept 來試試看是不是 是否適用於在Curtle上面 然後來做嘗試看看 那這就是希望在這上面 來做嘗試bonding curve的一個原因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bonding curve呢 價格是由數學公式來做計算 那假設一個y等於x加1 然後x等於代幣的數量 y是等於代幣的價格 那也就是說 第一顆代幣它要的是2塊錢 因為1加1等於2 第二顆代幣2加1等於3 這要3塊錢 以此類推第一排顆代幣呢 就是101塊錢 這樣子的概念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假設我們今天買進的價格 是由y等於x加1 這樣子的公式來做計算 然後我有出廠的價格呢 是我用y等於0.5x加1的方式來做計算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想像中間會有一個 一個gap的出現 那這個gap呢 自然而然也會成為這個 發起bonding curve的人的一個手續費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達到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達到這樣 我們達到的是一個非常高透明度的一個市場 然後提供的是一個更穩定可以預測的價格 減少這個市場的操縱 也可以提供更公平的進出廠的一個機制 最重要的是要提供可以信賴的一個市場的機制 那也是希望是透過這個bonding curve的方式呢 來將我們參與大衆過程的紀錄呢 由bonding curve的方式來做交易 那也許會產生出不同的火花 那下一部分呢想要聊的是影響力市場 他就有聊到影響力市場本身 它是一個資產為本社區發展的一個應用 你上次有聊到 如果把套用在參與大衆的話 會有出現這些不同的層面 那會有知識層 實作層 最後有紀錄層 將不同的紀錄打包 成為數位資產 讓大家可以在鏈上做交易 那影響力市場呢 希望可以不僅是用在這個參與大衆的過程 參與大衆這樣的一個活動上面之外 也是希望可以套用在不同這些領域上面 那以後希望可以來實際的實作一下 那最終影響力市場其實這個工具呢 想要做的是想要建立一個社群發展的基礎 就是說hacker大衆一天 但是沒有人大衆這十年 那透過影響力市場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這樣子的一個dynamic 也就是說 這個是對應到我們剛剛這個不同層面的顏色 知識層是藍色 然後實作層是黃色 那這邊可以看到 知識層所提供的是 G0P大衆的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當然就是有沒有人來參與 然後各個不同的這個stakeholder呢 他就會擁有自己的一個影響力的 參與的過程跟執行的過程之中呢 會有出現一系列的影響力的成果 然後再由這些不同的影響力的曲線來做交易 讓這些影響力成果有一定的價位 最終我們就可以把這所有不同的影響力的成果呢 放在集中 放在一個 等於是變成一個資金石 然後 對啊 讓希望看看以後是不是可以產生出更多不同的 有趣的事情 OK 我還有一分鐘 那 現在來 所以這是最後 背後的一個concept 那 現在目前來說 網站架設開發的進度來看 是大概有做到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這邊會有一個 像是一個checklist的一個概念 然後 其中會有不同的events 會有不同的checkpoints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 右邊有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點進去 可以嘗試看看 那 最終 產生出來的 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 會打包從一個NFT 會變成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 其實也有提供不同的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 對 大家這邊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有不同 其他有問題的話 可以帶來 Armory的channel 來問一下 掰掰 謝謝 好 我們謝謝Stanford 那 我覺得這個影響力 怎麼評估影響力 和怎麼給社群 就是大家有適當的回饋 這很重要的 他剛剛講到說 我可能希望成立社群的資金詞 如果有宇宙的資金詞 就是 雨智晶 對 好 那 我們接下來